大家好,我是张小妹 今天咱们用这两个苹果做好吃的 清洗干净的苹果对半切开 再切成小块 切好的苹果装在大碗里 碗中打入两颗鸡蛋 搅成蛋液 搅好的蛋液倒在苹果里 接着把苹果倒进料理机 打成苹果汁 准备高筋面粉300克 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白糖 3克酵母 用打好的苹果汁和面 边倒边搅拌 搅拌成面絮状 加入约15毫升的食用油 下手和成光滑柔软的面团 和好的面团放在面板上 像洗衣服一样 反复揉搓3-5分钟 搓成长条 切成小剂子 面团揉搓得越光滑细腻越好 取一个剂子 揉匀后压扁 擀成圆形的饼皮 放上一层葡萄干 由下向上卷起来 收口处朝下 整理平整 两端对折 收口处捏紧 我们的生坯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之后摆放在模具里 拆上盖子 醒发至两倍大 醒发后的生坯像这样胖乎乎的 体系明显变大 表面刷上一层蛋黄叶 再撒上一层白芝麻 盖上耐高温的保鲜膜 防止水蒸气低落 冷水上锅 大火烧开后蒸40分钟 我们的水果味夹心面包就做好了 取出来看一下 非常的柔软 还拉丝 带着苹果的清香 蒸出来的蛋糕 好吃不上火 大人孩子都喜欢 感兴趣您也试试吧 欢迎留言指导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收藏关注哟 感谢您的支持